T.F. Boyz的三位男孩最近这几年的发展状况非常不错 不仅有着很多人都喜欢他们 在表演以及音乐等方面 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当中 异样迁徙更是非常喜欢舞蹈和音乐 并且一直都在努力学习当中 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他参加了《这就是街舞》的目指 在这个节目当中 充分展现出了他对于舞蹈的热爱和追求 并且还和一些跳舞 超级棒的人组成了战队 虽然现在这个节目已经结束 并且相关话题也都带了下来 不过节目中黄子涛带领了另外一支吸泡泡战队 已经在黄子涛的带领下开始了巡演 这是在节目中就说好的 他还真是挺携手承诺的 最近异样迁徙带领的战队也再次合体 战队出现在他代言的一个品牌的晚会上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十分有看点 并且不会让大家失望 这次自然也是这样 在这次的晚会上 他不仅十分卖力 的为喜欢自己的人展现了 活力四射的舞蹈和歌唱表演 而且帅气的造型 更是让大家尖叫连连 黑色的亮片衣服 再加上红色的内搭 在舞台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再配上一头略显不羁的脏变 让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超脱起来 而且就在当晚的演出当中 他还和自己的依然战队共同表演 为了这次表演 他足足学了五种舞蹈 为观众带来了战略的视觉体验 虽然他和自己的战队 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相互磨合训练 但是这次的演出效果却还不错 炫酷的舞蹈赢得了当场观众的振振尖叫声 看来认真跳舞的一仰千玺 还真的挺迷人的 难怪会有那么多人都喜欢他呢 在表演结束之后 他还非常有礼貌的拉着战队成员向观众们鞠躬 不仅每个方向的观众全部都照顾到了 而且还都是90度的弯腰 足以看到他的诚恳的 在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事情 他的战队中有一位成员在鞠躬示意的时候 无意间跑到了主持人汪一涵的前面 他赶紧拉着这位队员在汪一涵的背后鞠躬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 却足以看出他在工作中的诚恳态度以及素养 更是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好评 也难怪汪汉在面对他的时候 总是一脸慈爱的样子 这样的男孩谁能不喜欢呢 我可以看出这位队员在梯里的诚恳态度